汽车意外掉入水中 我们该怎么进行自救 汽车落水事故发生时呢 很多时候司机和乘客都清醒着 并且有行动能力 但是很多都因为车门窗打不开 最终以溺水而死亡 为什么车辆落水后门窗打不开呢 汽车落水后 汽车的电路呢会被水浸泡 从而短路 这时候车门车窗不能自动打开 只能是手动打开 但是车里车外环境不同会产生压力差 导致水对门窗产生巨大的压力 很难被打开 想要打开只能等水灌满车厢 那在汽车落水后该怎么自救呢 由于汽车的空间较为封闭 水渗透进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时要冷静下了 第一时间打开电子中控锁 并解开安全弹 尝试打开车门车窗以及天窗 如果汽车下沉的不深 线路还没有短路 还是有可能打开的 如果线路已经短路 那就用尽全力尝试 手动打开车门天窗 要是打不开呢 就选择破窗逃生 很多人会在汽车里 配备安全锤灭火器等等安全工具 如果有这些安全工具 用它尖锐的一端敲碎玻璃 使用安全锤敲击时呢 用安全锤去敲击玻璃的四角和边缘位置 汽车的玻璃呢 一般是钢化玻璃 中间坚硬很难敲碎 而玻璃角落和边缘较为脆弱 能更快的将其敲碎 敲碎后逃生也要注意 避免划伤 破窗逃生要选择车窗和天窗去敲击 不要选择挡风玻璃 凭借安全锤等工具 短时间内呢 很难将挡风玻璃敲碎 如果汽车有天窗 在车辆没有完全沉没时呢 要优先选择从天窗逃生 汽车意外掉入水中 我们该怎么进行自救 如果汽车上没有安全锤等工具 我们要寻找尖锐的物品 比如座椅头针里面的支柱 汽车头针取下来后呢 用它下面的金属棍去敲击玻璃四角和边缘处 绝大多数的汽车座椅头针处呢 有一个卡子 掰开就能将其取下 如果无法破窗逃生 可以跑到后排座位 尝试打开后座的车门 因为汽车的发动机呢 一般是在车头 汽车是头重脚轻 车头是先沉的 而车尾门窗受到的水压较小 或许呢能够打开 又或者是将车排的座位放到 找到后备箱的拉扣 从后备箱处逃出 如果以上方法都没能逃脱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 就是等待水彻底将车厢内灌满 这时车辆内外压力一样大 车门打开的难度呢就大大降低 用力或踹几脚就能打开 但这种逃生方式呢很难实现 普通人一般能憋气半分钟左右 在这种关键时刻会惊慌紧张 导致氧气消耗严重 很容易导致逃生失效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逃生 汽车落水后 最佳的逃生时间 就是车辆没有完全沉没时 在逃出汽车后 要保持面部朝上 如果能游到岸上呢 尽快上岸寻求救援 如果不会游泳怎么办 水不是很深 逃出来呢可以暂时跑到车顶上 要是水比较深的话 在逃生前要在车内 找一些能浮的物件抓住 尽可能让自己头部以上浮在水面 然后等待救援 或是发出响声吸引他人救援 公交车落水 我们该如何自救 在今年的三月 上海一辆公交车 因驾驶员身体问题 致使操作不当坠入河中 万幸的车上没有乘客 也没有造成其他人员受伤 驾驶员被救上来后已经昏迷 那假如我们乘坐的公交车落水 我们如何自救呢 同样要在第一时间冷静下来 如果水没有淹没到车门 可以选择从车门逃生 公交车一旦落水 短时间内并不会被断电 如果车门还能打开 要在最近的车门离开 如果车门不能正常打开 车门附近安装有车门应急阀 找到它顺时针旋转 让车门放弃 车门就被打开了一个缝隙 然后就能手动打开车门逃生 如果车门已经被水淹没了 那就不能从车门走了 巨大的水压会导致车门很难被打开 这时候可以选择从公交车车顶的 两个紧急逃生窗逃生 只要扭动上面的扳手 用力推就能打开 但由于高度较高 还需要一定的力量 这种逃生办法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 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破窗逃生 在公交车的窗户旁边都配备有安全锤 使用安全锤 用力敲击窗户的四角和边缘 就能敲碎逃生 如果车辆窗户已经被水淹没 这时因为内外压力差 在水压的影响下 玻璃很难被敲碎 要换没有被淹没的窗户玻璃敲 但是要注意啊 不要敲击公交车的前挡玻璃 如果没有安全锤可用 可以用公交车内的灭火器敲击玻璃 一般成年男子呢 能用它敲碎玻璃 虽然高跟鞋手持钥匙也能破窗 但是成功率极低 最后希望这些自救方法 大家永远也用不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